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扶他起来已经死了 其实这个少年人就是预表我们大部分信徒的属灵光景 在这次聚会当中有一位少年人名叫游推谷 他的座位很特别 不是在保留座 不是在第一排 甚至不是在椅子上 而是在窗台上 游推谷为什么要坐在窗台上 可能是因为室内点了很多盏油灯 坐在窗台上空气比较流通 更有可能是当天聚会挤满的人 他匆匆赶来 发现已经没有位置了 他很想听保留讲道 一看窗台上没有人 就坐上去 另有一个可能 坐在窗台上 就是他的眼睛可以看着外面 也可以看着里面 他是心怀恶意的人 他既要主也要世界 人在聚会中心却飘到外面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 我们的心非常重要 一旦我们的心思意念另有所爱时 有一天我们可能走向犹大的路 我们也可能变成了罗德的妻子 一根圆柱 人的心若不是全然爱神 有一天也终必退开 而他整个的属灵光景是困倦沉睡 那就是灵不开窍 神的道在他的心灵中不产生功用 他也不可目 也听不懂 也不在意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 彼此劝门与提醒 人若不能领受神的道 不太读圣经也读不懂 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因为人的心若不让神的声音影响 不让真理影响 必让错误的声音影响 最终带下去的就是睡熟了 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大家在信仰上走了过久会知道 掉下去不过是刹那间的事 而要再走上来却要很长久的日子 结果就带来了死亡 犹腿谷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幸运 他的确非常幸运 因为保罗还在这里 保罗还能够服侍他 使他活过来 弟兄姐妹 不是每一个掉下去的人都这么幸运 也不是每一个掉下去的人都能够活过来 不是每一个浪子都能够有时间与机会回头 更多的是冲到猪群中 掉在山埃海边淹死了 所以不要让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 放在心怀恶意中 不要让我们的属灵光景放在试探中 愿意我们每一位都趁着还有今日 还有健康 还有圣灵的感动 好好的追求神 侍奉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实爱的天父 在主耶稣里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谁呢 求天父赐给我们 拦阻我们来亲近神 求天父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